以淤彈開工順利 台中清水第一座國民運動中心 在5號上午正式開工 祝島儀式開始 市長盧秀燕跟建設局長 都來到現場參與開工儀式 我們希望這個建築物 能夠融入一些在地的一個特色 海鮮的民眾 得了11年的國民運動中心 不只有泳池綜合球場 還能夠做SPA 並且融入了兒童運動元素 我們把從規劃設計到施工 同合在一起做一個標案 市府也改變以往傳統施工方式 改用統包縮短工期 預計兩年以內就能完工 預計後年中可以完工啟用 到時候海線地區的民眾 就可以像其他地區的民眾一樣 在大型的室內場館從事運動 面積超過2萬平方公尺 連結周邊台中港區藝術中心 三井凹類台中港等景點 替海鮮居民打造運動生活藝術 相互連結的新生活型態 其余北的新聞 亮武漢林蔡影台中場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